太岁是什么呢?不是植物,不是动物 一坨怪肉价值百万 大家见过太岁吗?民间有言,不要在太岁头上冻土 乍一听,让人感觉太岁可能是一种植物 有可能是一种动物 但实际上,太岁只是一坨似肉肥肉的东西 它大多藏在土下或者是水池里 就了解太岁摸起来又软又粘 将其放在水里,它会越长越大,像植物一样 但大家知道吗?太岁并不在植物范畴里 也不属于动物 经过专家鉴定,它既没有植物细胞也没有动物特征 所以无法将其定义为植物或者动物 那被人们偶然挖出的太岁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太岁又称肉灵芝 是由地下的粘菌、真菌、细菌 共同组成的一种特殊的稀有聚合体 它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 也不是真菌微生物 是地球上存在的第四种生命形态 据本草纲目记载 它有像珊瑚一样的红色 或者如猪油一样的白色 以及如墨块一样的黑色 翡翠一样的绿色 当然,目前被人们发现的太岁多半为乳白黄鹤所居多 就了解太岁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 是古迹里记载的仙药 据说人使用太岁之后能年轻十岁 重新换发生机 不能不说这话多少有点夸张 迄今为止也没有科学依据 能够证明使用太岁后人能变得更年轻 但在过去太岁深受人们的追捧 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人寻找太岁 1992年8月陕西省周治县农民杜湛萌在渭河边 发现一块果冻状黑色的肉团 他将其泡在自家井水里 没想到肉团能长大 一两个月后杜湛萌发现 肉团从原先一个拳头大小 长成两个拳头一样大了 后来经过专家鉴定 那肉团可能是传说中的太岁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 那肉团是特大型粘菌复合体 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 所以泡在井水里才会不断的长大 此事一出 杜湛萌出名了 从1992年到2000年期间 就不断有人愿意花重金购买他手里的太岁 经过八年的清水掩护 那肉团长到了80公斤 据专家估算 它的价值高达百万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认为 这太岁之所以那么值钱 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 但实际上太岁真正的价值 不是所谓吃了能延年已受 是它的研究收藏价值 就了解 太岁产生的年代 或许可以追溯到白恶系 它是自然界里非常稀有的存在 太岁既有原生生物的特点 也有真菌的特点 非常罕见 所以太岁的收藏价值远远高于它的食用价值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表明 太岁有啥超凡脱俗的神奇疗效 它可能含有的蛋白质 核酸 以及其他营养物质 相当于别的食物较多一些罢了 但由于太岁主要呢 藏在地下潮湿阴暗的角落 它含有的细菌可能不少 所以大家非要食用的话 可要悠着点 那问题来了 既然太岁没有超凡能力 为什么一个售价高达百万呢 其实啊 这是因为部分商贩炒作呢 凭借着太岁的稀有性 诱惑消费者购买 这里得说一下 太岁不多见 但市面上却有很多 大家购买的时候啊 要擦两眼睛了 防止被宰了 对此最后问问 大家买过太岁回家使用吗 感觉咋样 欢迎一起来唠唠